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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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内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似乎你已祷告 直到灵粮殆尽 流眼泪如下雨滴 终日不提主归心 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 他将告诉别人为的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内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 在为你祷告 定情平安 将要进入的心 永远在为你祷告 永远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内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永远在为你祷告 永远在为你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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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内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永远在为你祷告 要记得有人 在为你祷告 神真的能够医治我吗 神真的能医治我吗 是的 神真的能医治你 神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 意思是我耶和华 我这位神是医治你的 在圣经中有无数的经文都告诉我们 祂是医治你的神 祂关心你 而且祂有能力医治你 神说 世上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残果 有病的我必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得医治 神是这么的愿意医治你 有一个牧师 他也是一个作家 有一次他去韩国 传福音 可是就在一个意外事件当中 眼镜破了 可是眼镜的碎片 进到他的右眼 所以他就失去了60%的视力 眼角膜被割伤 医生告诉他 你的视力将不会恢复 他心里很困惑 他也祷告 祈求神的能力医治可以领到 就像圣经中 有好多这样的记载 神怎么样叫瞎子的眼 可以得到看见 瘸腿的可以行走 这个牧师他呼求神 医治他的眼睛 一次两次他看了好多医生 后来有一次 他往汉城去拜访 另外一个名医 就在那个路程当中 突然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他听见神跟他说 你的眼睛将完好如初 他知道是神在对他说话 那一天当他来到汉城 去拜访那一位外科名医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医生所说的还是一样 医生看着他的眼睛 做了一切的检查 然后摇摇头对他说 他无法医治他的眼睛 可是这个牧师他并不失望 因为神已经说话 所以这个牧师决定要来信靠神 几个月以后 这个牧师觉得眼睛有一点奇怪 后来他就决定去找医生 再做一次检查 没有想到医生检查之后 很吃惊地对他说 我不明白发生什么事 可是你的眼睛现在完好如初 哦 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神迹 像这样的神迹你知道 现在就在这个世纪 就在我们所活的时代 不断地发生 在一些相信耶稣的人身上 有的时候让人觉得 非常的不可思议 眼睛得到医治 医生都说不可能了 可是神竟然行一个伟大的神迹 肿瘤 癌症 得到医治 消失不见 对我们来说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也许对你来说太神奇 可是神的大能 正彰显在一切 相信耶稣的人身上 主耶稣说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只要你相信 你可以经历神迹 就发生在你的身上 今天你需要的医治是什么 是心脏的疾病 是皮肤的疾病 或者是医生已经宣告 觉得再也不可能得到的疾病 今天你不妨就试试 来呼求耶稣的名字 寻求耶稣的帮助 你一定可以经历神迹发生 今天神的能力没有改变 医治继续在发生 发生在那些愿意信靠神 相信神的人身上 只要你愿意相信 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 神迹必然降临 因为主说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interior 如果你不能让可以 忍不散 对 宝贝 能力 这个时候